好,我们今天接着回来为大家讲解遮罩动画 那在讲解之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遮罩动画的整个框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遮罩动画的实际案例 这节课我们将为大家讲解一个圆形遮罩和另外一个遮罩转场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实际案例 好,我们现在来到Motion5 接着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内容 我们继续往下边为大家讲解遮罩动画 好,这个地方看到这是我们上节课为大家讲解的遮罩动画的一个知识点 那我们现在继续为涂层添加群组 添加新的群组 选择圆形 先编辑出来一个圆形 好 然后把它挪到画面的中央 输入文字 我们接着输入麦子学院四个中文 好,选择文字 我们对文字的样式进行修改 选择圆形 右键 添加图像遮罩 我们把文字拖担到遮罩源 修改遮罩混合模式为减 好,此时看到 圆形就有了一个遮罩 遮罩的元素就是麦子学院这个文字 好,此时我现在还想要这个圆形 有一个被挥制出来的感觉 我们接着添加遮罩 为群组添加遮罩 好,继续添加新的群组 下面选择被塞而取线 当然有一些我做动画的朋友 建立圆形遮罩 不是像我一样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 无论你是使用怎样的方法 来制作这样一个圆形遮罩的效果 但是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动画效果 好,我希望同学们不要纠结在我所使用的方法之上 只要能够实现你想要的动画效果 什么样的方法都是适合的 好,下边选择被塞而取线 我们先来编辑一个多边形 好,看到我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多边形 对它的控制点进行编辑 我们让它把圆形遮罩起来 然后看我要拖拽这个编辑点 让它旋转 是不是圆形就可以被绘制出来了呢 那么下边我们就要对遮罩进行编辑 添加遮罩圆 好,被塞而取线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圆形的遮罩圆 我们放大一点 同时对被塞而取线进行关键点的编辑 再做一点细微的调整 好,让它的初始位置变成 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好,那么下边我就需要对被塞而取线 建立控制点的关键帧 好,我们来到它的第一帧 建立控制点的关键帧 为这个被塞而取线添加控制点 关键帧 好,现在我们向后数五帧 然后继续为它添加关键帧 添加关键帧 那么这时我们选择 编辑点 对编辑点进行关键帧位置上的变化 我们让它旋转四分之一 好,接下来再向后走五帧 继续编辑控制点关键帧 同时要让上面的这个控制点向下走 好,继续向后走五帧 同样继续编辑关键 控制点的关键帧 好,看到这个样子 好,再向后走五帧 我们继续编辑控制点 我们现在倒放看一遍 在这个地方 控制点的位置有一点不太对 我们先调整一下播放时长 然后对整个项目播放试一下 看到了这个地方 控制点有一点点的不太对劲 好,我们先把遮罩的时间拖长一点 然后再来仔细的看一下 在哪个地方出错了呢 看到是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继续来为这一点 添加控制点关键帧 然后对它进行编辑 然后继续往后走 好,看到后边的几帧都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整个播放试一下 好,此时我们在对 被塞曲线和圆形的时间上 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切割 好,此时已经看到 麦子学院的圆形 已经被我们建立的 被塞曲线所绘制消失掉了 对吧 这个圆形的绘制效果 就已经构建完成了 这里边使用的就是 通过被塞曲线建立图像遮罩 好,这个知识点 相信你应该已经学会了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边做 好,接下来就要为大家讲解 如何添加图像遮罩转场 下边继续添加群组 我们先来到发声器 发声器 在发声器里边 我们随便找一个 我们找一个同心员吧 把它拖拽到群组7之中 好,下边我们就要对这个同心员进行转场的遮罩编辑 选择同心员 选择同心员 点击右键 添加图像遮罩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遮罩 遮罩 再新建立一个群组 来到资源库 选择复制器 在复制器中有很多的转场效果 我们随便选择一个转场效果 我们把这个转场效果拖拽到群组8之中 好,已经来到了群组8 我们选择图像遮罩检查器 我们把群组8拖拽到遮罩源之中 好,然后对群组8的大小 进行编辑 让它整个覆盖于我们的同心员 好,此时遮罩转场就建立完成了 那么我们调整一下它的播放时长 好,修剪一下同心员 我们来看 同心员此时就有了一个消失的过程 我们再对同心员进行时间上的编辑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同心员就被我们建立的遮罩转场消除掉了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 同心员也可以修改同心员的颜色 我们再对同心员的颜色进行一个编辑 我们调整一下同心员的颜色 好,就建立了一个红色和蓝色相间的颜色 修改同心员宽度 那除了这个遮罩效果 我们同样还可以为同心员建立其他的遮罩转场效果 那么下边我们再继续为同心员添加另外一种遮罩转场的效果吧 新建图层 资源库来到复制器 我们再随便挑选一个遮罩转场 拖拽到群组9之中 选择同心员的图像遮罩检查器 把群组9拖拽到遮罩员之中 好,下边对群组9进行大小的编辑 修改群组9的播放时间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下 能够看到此时同心员又有了另外一种转场的效果 对吧 那这两节课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建立基础图像遮罩的课程 希望你在课下对我这两节课中所讲解的四个案例多做学习 我也为大家提供了原始素材和工程文件 希望你在课下跟着我一起把我们的作业能够按时完成 那么下节课我们再继续为大家讲解更多的知识吧 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节课就会发现